回到新聞現場我們一起來掌握的是副總統賴清德 在12月8號有宣布要參選民進黨黨主席 那麼現在游盈隆呢 他也特別有發表自己的看法 我們來看到一下 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上游盈隆認為說 這是一個快狠轉移步到位 一舉清理戰場 讓泛英派措手不及 而但是呢 其實權力大戲不會就此結束啊 接下來的重點 重頭戲是 國王人馬的反撲 實施評論員唐湘龍的看法是 因為如果賴清德真的當選黨主席了 那麼然後實施的是黨政分離 但現在總統位置上的蔡英文肯定跟賴清德會怎麼樣 會沒完沒了 所以明年的全台灣焦點都會在民進黨黨中央 蔡英文賴清德聯手主演的一出戲叫做最有英德 會強黨大戲 會準備要上黨 那麼至於前扁辦的主任陳松仙 他的看法是 蔡英文其實沒有駁腳的問題啊 因為現在蘇奎也還是位高群眾啊 未來是蔡賴共治的局面 而民進黨的執政則是會走入什麼 三頭馬車的時代 賴清德要走總統之路 除了要淡化自身的所謂新潮流的色彩之外 現在很明顯的這個黑金的問題 黑金的結構 也是他未來會面對的棘手挑戰 那麼現在呢也有這個民進黨的一個派系的人士 他有透露說 其實賴清德參選黨主席呢 應該是會順利當選啦 畢竟呢他都說話了 改革的力道呢也會影響下一個時代的走向 新主席也會面臨抉擇 就如同剛才三位這個評論員所說的 那麼因為前陣子嘛 這個民進黨敗選 那麼現在檢討小組召集人鄭文燦也召開了個檢討會議 但新系立委劉世芳質疑說 你這檢討老半天根本沒個重點啊 只有淡淡帶過 而立委何志偉曾經直言說 黑道進入陳時中的團隊決策團 這個指控是還蠻重的 遭到洪耀福痛批 而今天他在被記者問到 有需要再檢討的地方嗎 他的反應我們一起來看看 我們向來的傳統就是大明大方 這個大明大方的重點就是要包羅所有的聲音 那四方委員他提出的每一個都是重點 每一個都是原因 那到底我們要找出這個敗選的因跟果 才有辦法好好的再次的站起來 那的確我認為這一次敗選過後 檢討還要再加強再強化 那重點是我們要拿出怎麼樣的作為 去贏得信任跟信賴 這才是重點 因為我認為2024的確是挑戰 好再來看到的是九合一大選之後平面的媒體 就掌握即將卸任的柯文哲一方面 著手布局要盤點競選的辦公室 因為他要選2024 另外也有意要重新整對一下民眾黨的黨務了 秦柯人士就透露了這個競選辦公室的基地 會選在台北市的南京東路上的台坡大樓三樓 而有待呢 這個柯文哲卸任之後就會正式開始啟用了 柯文哲的競選團隊呢 將會以台北市府的團隊作為一個核心 而也透露說 柯文哲最近有跟民間的好朋友會面的時間 也特別表示說 競選辦公室將要他的高中同學 台北捷運董事長林文宗來統籌 另外包括發言人陳志涵 市長辦公室的副主任戴于文等等 都渴望進駐 而民眾黨的黨務的部分 這個黨內人士也有透露說 其實現在柯文哲目前思考的黨秘書長職務的時候 一度有意要找黃珊珊來擔任 但是呢 黃珊珊的親信 特別說現在呢 這個階段是沒有意願參與民眾事務 但他絕對會幫柯文哲打2024這一場選戰的 而正於高洪安之前涉及的助理費爭議問題 檢方日前有掌握這個像是低薪高報 還有福報加班費 以及呢 找回這個攻擊金的500筆的戲目 而主任吳達偉也被懷疑是涉及人頭助理 炸領薪資 但他特別表示說不相信有誰喔 這個情操這麼高尚 為國家付出不領薪水的啦 不過呢行政主任呢 小兔 好他有向這個檢調提供了 像是帳本細目顯示 吳達偉在2020年的2月 確實有效立願申報並且勤領薪資5萬元 而這個帳本的這個實際的薪資卻是0元 這樣子跟高洪安一再強調說 助理自願回征的說法是相互矛盾的 那麼這一點也會是檢調未來要追查的重點了 而持續來掌握是昨天喔 這個徐曉星不是有PO出綠營的側翼的LINE群組 公然嗆他很難聽的字眼的截圖嗎 並且指出對方的身份曝光就可以告他了 隨後呢他又到這個范芸的臉書留言 陳晴這個發文喊話 避免呢范芸到時候又說他不知道 隨後范芸就回應說 任何人都不應該用這麼羞辱女性的字眼 必須譴責 一開始是覺得很好笑啦 就是說他們講說什麼賴清德所做過 最不正確的事情就是說呢 請蔡英文的王軍別再攻擊我們 就是我覺得看起來是有一點大頭症的味道 這些側翼的粉專啊 在打過幾次勝仗之後 都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很大尾 甚至可以去控制民進黨的這些政治人物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所以本來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那沒想到分享之後呢 他們就用這種破碼 這種很難聽的罵女生的話來形容我 因為他意思就是說我是臥底嘛 然後他就用 他就說請傳話破碼 就完全沒有在演 然後一點品的水準都沒有 那我被罵不會少一塊肉 但是他們如果要繼續罵我 我掌握他的身份 我提告他們會少很多的錢 當下怎麼 因為我看到有人跟我建議說 范芸委員他好像是這個台灣女唇第一把交椅 所以當你碰到這一種這個被這個 他應該是男性啦 因為我有跟他看過他的直播 男性用這樣子的一個言語羞辱的時候 是不是要去向范芸成情呢 不然每次范芸都會說 喔我不知道啊 因為沒有人跟我說啊 他沒有來找我成情啊 就選擇性的忽略一些 女性所受到的不公平對待 剛好讓大家看到范芸的雙重標準 那比如說呢 蔡依林有一首歌叫《蕭吉白》 Lamigo有一首歌叫《超級霸》 那我們有聽過范芸去譴責他們嗎 我的意思其實是 抄襲的陳吉仲還在白 我寫得非常的清楚 那他要故意裝作中文不好而看不懂 那我也是服了他 那這個跟所謂的被男性直接去罵破碼 我想這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所以我們還意外 也不意外 就是這個民進黨的女權立委 會用自助餐的方式 這樣子持續的雙標 那麼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淫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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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